美国股市两周内经历了三次熔断 而投资人对市场前景表示悲观 资本市场是否也为此疫情做好了准备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2020是见证历史的一年 美国股市在短短两周内经历了三次熔断 而投资机构和股民也纷纷对市场前景表示悲观 低迷的市场信心更加剧了 未来投资市场的不确定性 高盛预测本次市场下行的趋势远未结束 预计标普500指数可能从最高点下跌41%至2000点左右 尽管美联储宣布额外提供5000亿美元的回购资金 但此消息并未振奋市场 布隆伯格财经专栏高级编辑首席股市评论员 John Authors近日对熔断和市场暂停 是否会造成更恶劣的投资环境进行分析 他表示目前市场的信心不足 主要是07至09年信贷危机留下的英勇所导致 历史上的美股有两次关停 一次发生在1997年10月 在黑色星期一股市大跌后 交易员试图缓和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二次发生在911恐怖袭击之后 基础设施的破损导致交易所无法运作 虽然恐慌抛售在最高位时达到了13% 但股市在震荡一个月后重回平静 John Authors表示 在上周日《纽约时报》发布的 《中国关于零售业需求与不动产数据》显示 疫情对于市场经济的打击极为严重 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在内 是否会遭受同样的打击 也都处于未可追的状态 而熔断或暂停交易 对那些信心已经跌至谷底的投资人而言 可以提供一些休息与冷静的作用 回购资金或许因为数额过大 或者举措过重让市场恐慌 但不可否认的是 美联储的一系列政策都是积极的 中天中望 正立报道